接下來是檢驗有機物 什麼檢驗有機物 有機物 基本上燒完之後會有二氧化碳 因為它含有碳 跟氧化酮共熱也會產生 二氧化酮共熱 那個實驗來檢驗什麼 檢驗它有沒有碳或者是氫 產生氧化酮證明它有碳 產生水證明它有氫 那你的氧化酮做什麼劑 氧化劑提供氧的 這都教過了 你還記得嗎 不記得了趕快回去複習 然後幹六 煮壞了幹六 最後得到黑色的碳 黑色的碳 這是有機物的一個檢驗 我們還有一個叫做澱粉 這個生物教會有沒有 一個檢驗澱粉的檢驗 檢驗澱粉 檢驗澱粉用所謂的點液 點溶於點化酮 那個實驗重要是要有點 要有點 所以點液就可以 點液是點溶於酒精 但是不可以拿點化酮容易 點化酮容易沒有點 然後顏色會從黃色變成深藍色 變成深藍色 OK 這個生物教過 米化也教過 兩個都可以糖 還有一個是檢驗 主要糖 用什麼 很失意 藍色會能力到黃 會越偏紅就是 主要糖就越多 有人會起來紅色的 越偏紅就導致主要糖越多 藍色的 因為它裡面有油酸桶 什麼之類的 銅離子之類的 所以它會有藍藍的樣子 OK 這是 我應該沒有記錯吧 應該是紅離子的關係 不重要 男生就好 男生就好 好 這是生物教過 蛋白質的檢驗 這個大部分都不會好 大部分都不會好 加熱 那個雞蛋加熱蛋白會凝固 變成白色的固體 變白色的固體 夾硝酸 這個還比較可能會問 黃色的蛋白酸 後面加過量安全 就比較不會再問了 不會再問了 沒有辦法 現在也沒有在教了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這個基本上現在沒有特別在教 都在教了 這事算是以前的教材沒有講 讓你知道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OK 這是 這是 他帶的是衣服的衣料纖維 有所謂的動物纖維 植物纖維跟合成纖維 植物纖維 我們的紙張 就是所謂的 所木箱啊 植物纖維做的 所以植物纖維就跟燒紙的情況差不多 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 稍微要灰灰的這樣子而已 所以也像燒紙一樣植物纖維 動物纖維呢 我們的頭髮就算動物纖維 所以有人燒過的話 都知道會有一個臭臭的味道 還會Q毛捲曲之類的狀況 所以呢 燒動物纖維會有捲曲 會有些臭臭的味道 會有些臭臭的味道 就是燒動物纖維 就是燒所謂的合成纖維 塑膠石的那種 重點叫做 末端會有小球 末端成小球狀 這是用燃燒法 辨別纖維 我們也教過了 今天要看一下 動物纖維 植物纖維 跟合成纖維的不同 尤其是那個末端成小球 也誤會很多變 很多變 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關於有機物的檢驗 我跟你講過了 我給各位那個總整理的講義裡面 整理了一遍 所有的檢驗方法 你跟我回去自己看自己背 把該看該背的把它記下來 就是有關於檢驗有機物的部分 OK 然後也是一樣 看看題目 簡單的小題目 什麼樣的結果 可以來檢驗澱粉 我們呢是用點液 點容液減化 假檢驗澱粉的 然後會從 那個黃和色會變成藍黑色 深藍色 所以我們答案會選的叫做C 然後呢 題目裡面的本式是檢驗葡萄糖的 硝酸可以檢驗蛋白質 會形成黃色蛋白酸 所以是用來檢驗酸跟鹼的 酸鹼性的 所以呢 我們答案選的叫做C 停車站接問 有關於食物的檢驗法 下來迅速何者錯誤 我們要找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5 6號 6號 6號是誰 B2 你說 你選的答案叫做B B 蛋白質碰到硝酸會變成黃色蛋白酸 所以是錯的 其他的 檸檬汁是酸性 所以藍色會變紅 葡萄糖粉絲液會變成綠到黃 或有人寫到紅色 然後呢 澱粉碰到點液會成深藍色藍黑色 所以都對 所以B是錯的 請問你哪個方法可以檢驗他的蛋白質 哪個方法可以檢驗他的蛋白質 帥哥呢 快抽完了耶 要重抽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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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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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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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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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